因为最近市场研究公司出了报告 说到这个市场的潜力 2018年全球收入总额 在说IGBT54亿多美金 预测到2026年左右 可以达到200多亿美金 2019至2026年年复合增长 都差不多有1.8 IGBT都会应用在电子消费产品 新能源车、运输 总之应用的层面是很广泛 大家可以看到潜力是很大的 和一定跟我们都很切身 要要用到 你怎么看这个投资概念 尤其是你们基金 如果说是涉猎的话 是以什么产业为主呢 IGBT其实你刚刚提到 涉猎的产业牵涉都很广 因为如果是产品流体 小到可能是米会用到IGBT 大到一枝很贵 整个高铁都需要用到IGBT IGBT主要是控制 你只要牵涉到交流电局 你要控制它大小的话 都需要这一样的元件 所以你应用在不同的层面 所以规格和技术要求都有少少不同 现在最新或者增长最快的行业 一定是电动车的 因为现在整个电动车的产业 可能占了IGBT的市场 可能是三成左右 但大家都估计 其实未来五年的科学增长 是去到三四成那么高的 所以如果是要部署这个赛道 要选择的话 可能就和一些电动车相关的IGBT 那些相关公司就可以提过线了 现在明确是部署在电动车的IGBT 除了赛征电子之外 就是中一电器时代 就是3898 这两只我相信如果是选择IGBT的话 可能首选会是这两款 好的 但详细比较先 因为看业绩 赛征就不是说纯了IGBT 业绩有两份 IGBT功能 无快都是在一些制造业务里面 譬如都是用在电动车 铁路 机车 一些动车做 电动车做等等 还有中车都是其中一个大厦 他们都是一个长期合作伙伴 似乎我们看大厦的背景是很厉害的时候 盈利是否有一定的保证 但问题是你看过去几年 业绩是一般的 上半年还要转型为虧 不是很多千多万人左右 大家买的是不是都是前景呢 盈利的爆发力 大家憧憬是否都大 盈利收入和爆发力 其实无论是赛征也好 或者是中车电视时代也好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20或23年的 你看回中车电视时代 它是中车的一个子公司 主要的单位都是来月子中车 即使是这样也好 其实今年的收入仍然要按年 出现一个下跌 大家都估计 其实它很多的部署 或者IUGBT的产能 很多都是今年才出来的 尤其是赛征 RGBT的一个比较大的生产线 在今年6月的时候才开始生产 所以大家觉得 真的RGBT的收入或者利润的爆发 都应该是明年开始 才会逐步显现出来的 尤其是如果是供应给一些高端的RGBT 例如一些电动车 以及一些铁路 高铁那些RGBT的话 可能就要去到明年或者后年的时候 才会看到显著那个成效出现 如果是那么多的 你也会给予到另一部分 这样子就需要 你也会看到这参照